在距离台湾有3200公里远的国家 孟加拉 那里有一名女孩叫做雅琪 雅琪的爸爸受了重伤 只好由她去工作来维持家里的生计 就这样雅琪离开了学校和朋友 每天早上5点去工厂上班 到很晚才回家 工厂里气味难闻 常常让她身体不舒服 有一天世界展望会在社区开了课程之后 她很喜欢去那里学习 她有了一个梦想 开一间衣服工厂 她开始学习使用缝纫机 不久后 很多人也都想买雅琪做的衬衫 还有铜装 她也用再生纸串珠 做花瓶 垫子和小袋子 在她的努力之下 家里终于买得起肉 鱼 还有水果 吃得营养健康 但是当新冠疫情爆发 工厂和商店都关闭 本来的客人没有钱买衣服 她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差 疫情下口罩非常难取得 但她发现是因为太贵 大家买不起口罩 于是她决定自己做口罩 并用低廉的价格卖出去 她想让每个人都买得起 如果有人没钱买 就直接送给他们 她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活下去 就这样 雅琪成为了大家的英雄 甚至还得到联合国的表扬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